今天分享香港直接飞回内地的最新防疫合理政策 大家好我是大哥 目前回内地是7加3的政策 那一共有三种方式可以回内地 第一 深圳栓过关养化 通过健康驿站网上预约系统预约通关金额 并提前准备好核酸阴性检测报告 第二 出海金吧 通关需要48小时核酸加身份证假 预约车票二维码 微信关注注港澳大小穿梭巴士公众号 需要提前抢票 每周二晚上8天放下注的车票 第三 飞机直接飞回内地 需要出发前48小时内核酸 以及出发前5至8小时核酸 注意 如果你是第二天早上8点的飞机 就说明你需要在机场过夜 重点来了 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48小时内的核酸报告 必须要指质版 而且必须是彩色打印 比如你第一天做好核酸 第二天入币记得去打彩色的报告 第二 不同社区的防疫政策不同 出发前一定要问好 自己所在的社区的防疫要求 举例说明 小平准备从香港飞回内地某城市 规定7加3 但是所在的社区不接受三天的居家观测 可能要求完成10天的集中隔离 另外 部分同意7加3的城市 7天隔离之后 回家需要全程的救护车避还运送 部分提取收费1500元一次 第三 提前检查好隔离酒店的价格 一般普遍费用在300到400之间 但是部分城市也会有700一天的酒店 所以要提前查询好 第四 注意离港前几天 尽量避免人群的聚集 以免感染犯物形成 那总结来说 由于不同城市的各个社区要求不同 所以建议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